爱,不学而知,不学而能,无增无见的良知良能,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。 我们有学习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,有忘记的时候,有疏远的时候。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,不用学习,不用思考,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,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。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,用而不知其用,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。 不增不减,但自举足一切,我们身上固有的道,因为就在我们身上,又称作自信老。 我们了解了,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,在我们身上就有。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。 因此,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,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,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。 不只认识了宇宙,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。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,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。 仙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,不有的是我由仙天带来的良知良能。 即是我的良心。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,天心即是道心,此心无情无相,即是真空。 真空之妙,空而不空,空中妙有。 妙有者,生天生地生人生,万物万类之大分也。 妙有者,万灵真宰也。 主宰天地人,万物万类之真主宰。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。 不曰道在无身,一切万能。 道离无身,此身败无异能。 仙天大道如此宝贵,乃仁人必须追求之道也。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。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。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,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。 我们身上的这个真理不也是一样吗? 每一分一秒,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。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。 不用学习,不用思考其作用。 虽成千上万,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。 一切有条无问,自然而成。 道在无身,运用自如,在眼能视,在耳能听,在口能言,在鼻能闻相臭。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,此极道在我身之妙用。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, 更主宰我们一身。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,并非二也。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,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,手也摸不到它。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。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,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,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。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。 一般人,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,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。 便以灵魂代表它,我们称其为自信老。 因其没有生灭,也不会坏坏。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, 此真我, 乃是最富足、最圆满、 最光明、最完美、 永恒、不秀的。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。 看得见摸得着, 又形又像的肉体,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。 我们就可发觉,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。 我们一般均习惯你相貌肉人,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。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,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, 仍是好好的活着。 我们的内脏呢, 现在科学昌明,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。 我们不能因此说,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。 就算头的脑细胞,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, 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。 因此, 又形又像的肉体,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。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,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, 不需数十年, 又变成一堆黄土。 因它不是永恒的, 我们称之为价我。 对于真我和价我有所了解之后,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, 我们为什么要求道了?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, 求得的就是三宝。 三宝简单明了, 但也博大精深。 其内容在求道时会详细解说。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。 首先, 求道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,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。 在物质文明远教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, 假若迷失真我,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。 若是正假为真,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,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,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 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, 真我假我鞋条融合,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,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其次, 求道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 又称良心之门, 智慧之门, 慈悲之门。 个门非常的重要,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, 自然由大门离去。 如果是门无法开启,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, 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,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,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 被迫令寻旁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,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 我们何以发现到,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,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硬恐惧无助, 与挣扎之相。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, 也就是通天大路。 因此,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, 求得三宝,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,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,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 自然以良心作为带人物之准则, 使人生更有意义,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, 得到超生辽死的保障, 在年之后,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,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。 先天大道之宝贵, 即是千经万点不如一点,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, 天堂大路一步直超, 即的永生之道, 此点宝贵, 超佛月祖超经月点超越天地, 得到这一点宝贵, 祂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, 不约超生了四体的永生,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, 此能及是人人原来不有的,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, 此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, 我们今天很高兴, 能有这个机缘求道,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, 智慧之门, 通天之正门, 这是第一步, 这宝贵的道, 才能带给我们终生, 受用不尽的福之一离苦的乐人生灾事, 遭受种种之苦恼, 就其根源,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, 求道首先就是,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, 教会我们本有至真至善至美至足圆满, 永恒不休的真我,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,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, 至于至善,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,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, 轻为一身之主,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,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, 则不相随心转, 还可以改变命运, 趋及彼凶, 朝向光明,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, 逍遥自在。 二多比男子友人类文明以来, 道的真意, 便代代单传独受,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, 如中国印度等。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,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,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。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,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,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, 无数小战, 伤亡无数,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, 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,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, 人心之变, 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,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。 因此, 上帝鸿恩慈悲, 可将大道谱传于世, 以万就良善。 求道以后, 我们时刻存这道心, 以良心待人处事,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,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, 必能灾地结, 逢凶化吉。 四世验证甚多, 不生美举, 三超生了四人生, 又如一段苦乐相餐的旅程,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, 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,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。